偶像劇男神顏雅倫來囉 這個尖叫聲真的是很棒 大膽挑戰水鑽閃亮西裝 一登場就是焦點 藝人顏雅倫不只音樂 影劇作品 2020年更首次挑下金鐘舞舞 主持大樑 因為這是這麼大的頒獎典禮 然後第一次來接喜這個主持棒 其實有太多太多需要學習的人 是 所以我期待是跟陳哥有很好的火花 當時受訪坦言心裡有壓力 半夜回家還在想喬斷內容 歡迎大家批評指教 只是這次被爆偷拍不啞影片 人設崩壞 我覺得主持是一個很真誠的 每一個人在對談中間都是要很真誠的 所以我期待用主持人的身份 跟大家多交朋友 交朋友的心願恐怕完成不了 顏雅倫不只遭撤銷十大解除青年資格 廣告代言活動告吹 外傳10月份第58屆金鐘獎 原定由他擔任典禮主持人 位子可能也不保 對此承辦單位回應 典禮各項工作籌備中 有關主持人選依照往歷 在典禮前才會正式公佈 我有過高有過低 這個獎項真的是大海中的一片 一根浮木 讓我可以有動力再繼續下去 2021年第56屆金鐘獎 一舉奪下綜藝節目主持人 今年所有作品也都已經完成報名 即便個人不扛主持棒 也怕因為私的問題影響節目入圍 三年新聞李文盛曾家宣